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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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出了族群间的理解与尊重的问题 同时也提醒观众反思 现实中存在的文化冲突 影片通过描绘潘朵拉的环境灾害 呼吁观众关注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保护 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 阿凡达的故事也让人想起了 迪士尼的经典动画《风中奇缘》 《风中奇缘》也是美国原著名女 外来者之间的冲突与爱情故事 而且这两个故事最终都是 给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但是你知道吗 《真实世界》的《风中奇缘》 并没有电影中的剧情这么美满 也不可能像阿凡达一样 最终两边的族人和解并回到各自的世界 《风中奇缘》的主角保家康蒂 他的父亲是当时美洲原著名的酋长 迪士尼的动画呈现他 与移民总督约翰·史密斯的浪漫故事 然而实际上根据历史考证 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爱情情结 在当时史密斯至少有28岁 而保家康蒂还不满12岁 这样的年龄差异下 保家康蒂跟史密斯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恋情 而且根据部落传统 这年纪的小孩根本不能参与重大仪式 在1610年15岁的保家康蒂与一位战士结婚 但随后发生多起土地争端 保家康蒂的族人与英国人爆发战争 1613年英国船长绑架了保家康蒂 逼迫他的父亲停战释放俘虏并归还武器 这段期间保家康蒂的丈夫为救他而战死 尽管双方停战保家康蒂却未被释放 还遭到英国人的多次侵犯 事后他被迫嫁给29岁一位 名叫约翰·罗尔夫烟草商人 此时他的肚子中还有富不祥的孩子汤马斯 保家康蒂于1616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 并取名为利贝卡 同时保家康蒂与丈夫和孩子一同前往英格兰 直到1617年3月去世 罗尔夫在信中表达对的保家康蒂的深爱 但保家康蒂是否也爱自己的法定配偶 或者他的眼中只是将此门婚事视为政治联姻 这仍然没有人知道 在返回维吉尼亚的航图中 保家康蒂因不明原因病重过世 而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 最终只能在英格兰境内安葬 而儿子汤马斯则留在英格兰接受教育 并在日后才返回母亲的故乡维吉尼亚 但是有关保家康蒂与约翰史密斯的改编 真的是空学来风吗 事实上风中其原的男主角约翰史密斯 在历史上除了拥有丰富的冒险经历 还是一位作家 他一生出版过书籍也有写过文章 他会将自己出生入死的冒险经历写下来出版 当中也有保家康蒂的内容 但可能是因为自恋 也可能是记忆上的落差 约翰史密斯疑似将自己被保家康蒂族人俘虏期间 在记忆误合之前自己在土耳其 被俘虏的经验合并在一起 他一直觉得当时土耳其的公主喜欢自己 保家康蒂也喜欢自己 于是他也将这段内容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在那个年代是真是假根本不重要 重点是精彩好看 于是约翰史密斯靠着消费保家康蒂赚了不少钱 他这样的行为与动画的约翰史密斯形象相距甚远 并且在迪士尼之前 早有好莱坞电影翻拍了类似的题材 风中奇缘电影对于历史事件的虚构和过度浪漫化 片商将真实的悲惨故事转化为美好的爱情童话 忽略了保家康蒂及其族人所经历的真实苦难 这种将历史事件改编成情节戏剧的手法 引起了对于文化历史叙述的批评 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淡化了原住民的痛苦 将其转化为娱乐价值 一些观众批评电影没有严肃对待历史真相 而是选择了简化和浪漫化 呈现不切实际的历史事件 这也引发了对于电影中 文化描绘更广泛的讨论 提出了如何应对真实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的问题 这种观点认为电影应该更负责任地处理故事 尊重历史真相 以避免对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造成误导或曲解 保家康蒂族人的历史故事 无疑是个时代性的悲剧 但是为了求生在有限的资源下 人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争夺与冲突 在社会进步的现代 虽然已经非常富庶 但是资源有限欲望无限 这类剥削弱势的故事却依然持续发生 尽管阿凡达是个科幻架空的故事 这或许也是大导演詹姆斯·卡麦隆 想提醒现代人 别忘尊重多元族群 以及文化差异和平共处的道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击按赞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